腾讯一线报道作者 的形式展开 原定的首唱会将会延期 于60天内重新举行 同时官方也向粉丝提出了不就措施 并诚恳致歉 无论是见面会还是首唱会 我们都将以最好的状态和舞台呈现给大家 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并在此致歉 至于已经买票的粉丝们也不必担心 因为在首场会正式举办时 持有10月20日门票的粉丝亦可入场 值得一提 最近火箭少女一就是头火热 发布的第一张专辑 专辑销量创下2000多万的好成绩 如今首唱会虽延期 相信电视必能再度引爆热潮